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 小時候因為跟妹控哥哥們 都很親密的關係喔 只要到了睡覺的時間 妹控哥哥就會床到房間裡面 跟我玩啦哄我睡覺之類的 結果還沒想到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 妹控哥哥的這個習慣 竟然都改不掉 導致就在一兩年前 當我在圈圈圈的時候 大魚竟然直接這樣床進來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海基達就在小時候 找妹控哥哥大魚二魚 都在家裡的晚上喔 幾乎都是 喂 哥哥來追我啊 哈哈好開心喔 妹妹過來要睡覺了 不要啊 我要跟哥哥玩 過來 不要 就跟你說趕快過來睡覺喔 總之阿就在 被媽媽拖到房間裡面睡覺之後 吼 睡不著啦 啊 半點半還很早耶 睡不著啦 媽媽 突然 啪 一個開門 妹妹我來了 又 喂 哈哈 看我的碳山壓頂 看我的收養攻擊 就讓他各種等人鬧到一個多小時喔 最後玩累的我 就讓他直接斷念的睡著 而看到我睡著之後啊 哈哈 妹妹就很睡著了 一邊的水一邊幫我蓋背背之類的 很溫馨對吧 這個畫面超級溫馨的對吧 當我以為只有小時候 我的妹控哥哥才會這樣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長大之後 大魚一樣 好 也記得就要一兩年前啊 沒錯 我已經成年長大了喔 那天我就一回老家 啊 好累喔 洗澡了趕快進房間滑手機好了 結果他們一洗完還進到房間 啊 好熱好熱 今天天氣怎麼那麼熱 醒完之後 濕濕的還很不舒服 我 我需要透風 一邊刷一邊把門關起來喔 啊 這樣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人進來了吧 就算進來也會先敲門對吧 在各種全力駕駛都沒有人的時候 呀 解 解脫馬魚仔 一邊刷就一邊把那個睡衣褲子脫掉拔掉喔 哈 等一下應該有要睡覺 那 那也拔掉好了 一邊拖啊 一邊 嗚 開了電風扇 啊 好涼喔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妹妹我回來了 一個聲音從遠處的樓下傳來 還搭配著巨人的那種全速前進的步伐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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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 蛤 是 哥哥 正當我反應過來的時候 下一秒 我眼睛看那個房間的喇叭鼠 超級快速的轉動 一瞬間 啊 我還沒穿好褲子 正當我一邊準備要說出 哥哥不要進來 啊 你為什麼不穿好門 喔 我已經講到 你不要直接進來啦 一邊要拿旁邊彈子 想要蓋住下半身的時候 啪 門開了 來吧 腦袋一邊空白 啊 呃 下一秒 我腦袋一邊開始 各種的崩潰喔 耶 架不出去了 為什麼知道在 剩下本子才出現強斷 會發生在我身上 絕對是 絕對是被看到了 絕對是被看到了對吧 結果 耶 叮叮叮 蛤 為什麼帶來一間法族少女的尖叫啦 這怎麼看應該是我先叫出來吧 我也尖叫了 那個妹妹對不起,我什麼都沒看到 哼,騙人 對這句話,待會終於學會進門都會先敲門習慣囉 而我 現在還不出去了 喔對了,這件事情路到現在都不知道喔 喔,他知道了 以上也就是妹空哥想要跟以前羊蟲家跟我房間一起玩的時候 然後一進門 就看到沒穿褲子的妹妹 最後各種 呀 我一整個失魂落魄的故事啊 你們那你們呢 你們有發生過什麼讓自己超級崩潰 崩潰他這輩子都會記得那種羞恥事情嗎 快再說吧 掰掰